皇上 皇上 您可要保重龙体呀 士叔姑娘 您快劝劝皇上吧 皇上他说 天下大害 这都是他的过错 他要责罚自己 您看他抄的这些佛经 那都用的不是墨 都是用自己的龙血呀 堕嘴 快 快点 李公公 李在义 皇上这脉象不对呀 虽说皇上日理万机 劳累过度 近段时间 饮食又过于清淡 那也不至于如此虚弱呀 皇上已写黛 抄写佛经 都抄了那么大卷了 身体自然而然 就衰落下去了 原来是这样 皇上 千万要保重龙体 微臣 先给皇上开几符 补气养血的方子 皇上自己 也得多注意 要多进饮食 多休息 这时候谁劝都没用 除非老天爷降雨了 好了 朕没事了 这件事情 一定要守口如瓶 千万不能让太皇太后知道 皇上 皇上 我收回之前的话 您是一个好皇帝 李太医 你赶紧去给皇上煎药吧 微臣告退 好 老大 你的立场怎么不坚定呢 不过就是赐了个写写个经 你就说我是好皇帝了 要怎么样当一个好皇帝啊 是这个世界上最深奥的一门学问 哪儿那么简单啊 虽然不懂什么为君之道 但是我知道 你正在努力地当一个好皇帝 这就够了 有心无力 那也不算是好皇帝 好了 朕得接着努力 写血经了 行了 你呀 好生在这歇着吧 我们势不结败兄弟 有福同效有难同当 你不行了 我上 虽然我的血 没有你的龙血那么珍贵吧 但是我的心跟你一样虔诚 好 只要心一样成 你的血和朕的血一样珍贵 咱们俩联手输血血经 一定会感动上苍的 嗯 都承认吗 啊 啊 那个儿子 终于写完了 大功稿章 老大 花儿 龙小弟 你看 我用血抄的 全都抄完了 你要怎么奖励我 朕把自己赏给你 好不好 你看你又在乱说话了 我们现在是在旗宇 神灵看到这样 该觉得你不成心了 那就看看你抄的佛经吧 老大呀 老大 我终于知道为什么 那日在第一球楼 你不敢往墙上提字了 论到这个书法呀 你还是得多跟朕 这个小弟学一学 当然啦 你是皇上 你字写不好多丢人啊 我不一样啊 我的字又没有人收藏 又不用去卖钱 写不好没关系 而且神灵也不会这么挑剔的 不应该放弃 我不要放弃 我嫌太后 我女生为了 我贸易 这个人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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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皇上 你之前答应过我的 如果我不同意 你不会勉强我的 你不是已经对朕的意见 改观了吗 为什么还如此排斥朕 我承认你是好皇帝 可是我依然觉得 皇上是天底下 最不值得女人爱的男人 就因为 你的青梅竹马 他要是再也不回来了 他是在外面 娶了别的女人呢 他不会的 你就那么相信他 这跟信不信他没有关系 就算没有他 我们两个之间也不可能 如果现在你面前的 不是皇上 只是你的结拜小弟龙三 你还能接受朕吗 只要你还在这紫禁城 只要你还皇后加身 只要你还有着 东西十二宫的嫔妃 你依然是皇上 我不愿意和许许多多的女人 共享一个爱人 好 既然在你心中 朕永远支持皇上 那朕现在就下旨 下旨要你陪朕 皇上 你平时不是挺稳重的吗 什么时候变得 这么小孩子气啊 你不是说过 要当好皇帝吗 好皇帝怎么能抢 有父之父呢 朕现在不想 当什么好皇帝啊 只想当一个 好色的婚君 皇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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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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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幻 你 皇上 奴婢我冒犯龙威了 请皇上恕罪 你呀 你真是的 怎么样 得了风寒了吧 谁叫你昨个那么得意忘形的 我怎么得意忘形了 你以为康熙真的是真龙天子 你抱着他 还能遮风挡雨 去寒去暖 昨天那是误会嘛 好不容易下雨了 当时龙小弟特别兴奋 所以他一抱我 我 我怎么忍心推开他呀 你知道 我看到你跟康熙在雨中紧紧地抱在一起 我心里是什么滋味了 朱哥哥 你生气了 可是不是你说的吗 让我接近康熙 顺便打他消息啊 我哪敢生你的气啊 我是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 小师妹 自古帝王最无情 还是大师兄对你最痴心啊 你可千万不能被 康熙的虚情假意做迷惑呀 我没有被他迷惑呀 我知道 我只是把他当成我的兄弟 当成朋友 再说了康熙对我也很尊重 很容让的 桓妹 你对男女情势还是很懵懂 所以当局者迷 但是我跟卿城看得很明白 如果你再继续留在康熙的身边 但是心里不跟他保持一定距离的话 一定会发生变故的 小师妹 你可千万不能对康熙动心啊 不然 不仅是对不起大师兄 对不起师父们 更会让你自己万劫不复啊 徐姐姐 怎么连你也这样说呀 我都快被你们冤枉死了 好了好了 不要再儿女情长了 既然大家已经决定继续留在宫中 继续打探 那咱们每个人 都必须以大举为重 我知道了 知道了 皇上驾到 皇上吉祥 微臣 参见皇上 多起来吧 谢谢皇上 谢皇上 李太爷也在 哦 立贵人 前些日子被敖拜的刺客所伤 虽然伤势已经复原了 但是伤了元气 还需要好好调养 文心啊 你侍奉朕尽心尽力 又遭敖暗算 差点没了性命 朕 从现在起封你为利品 也算是朕对你的一点补偿 臣妾谢皇上恩典 艾菲快起来吧 文心啊 你温柔端庄 举止得体 你父亲呢 又是朕义重的老臣 这个品位 你完全当得起 明天 朕就着人把你的东西 全都搬到永和宫正殿 从今往后 你就是永和宫的正主 谢皇上恩典 文心 文心 身体好些了吗 已经好多了 谢谢皇上关心 那 今天晚上 就由你来试寝吧 臣妾遵旨 和您更多区名 F Up F Up F Down 工ARS F0 F Up A 以前在明珠谷的时候 我有很多想不明白的事情 现在总算明白了 好好看的衣服啊 给我的吗 不是给你的 拿过来 听话 这件衣服啊 是给你雪姐姐的 雪姐姐 一年前她不是跟六师傅出谷 去山西执行什么秘密任务了吗 对啊 她执行的任务啊 就是要打扮得美美的 所以这个是给她做的 执行什么任务 可以打扮得美美的呀 我也想执行这样的任务 你呀 什么都学不好 十八班武艺样样不到家 哪像你雪姐姐 又刻苦又听话 派她出去啊 我们放心 再说了 你跟那舒小姐长得也不像啊 舒小姐 什么舒小姐 我怎么听不明白 这是机密就不要问了啊 知道了 这么多银子啊 四师傅 怪不得他们都说你是咱们明珠谷的财神爷呢 一回来带这么多银子 我哪里是财神爷呀 我只不过是个管账的 这些钱呢是咱们联盟的成员 辛辛苦苦挣来的 可是四师傅 咱们既然不缺钱 为什么还要省吃俭用啊 你个小鬼头啊 你瞧瞧你朱哥哥 他还是太子呢 平日里不也是照样带头省吃俭用吗 对啊 我知道他很节俭 可这些钱够我们花了 他为什么还要那么节俭啊 咱们要光复大明 光靠谷里这几个人远远不够 我们还要招兵买马 那是一大笔巨款 钱要用到刀刃上 平日里的开销啊 自然要能省则省 四师傅 这金镯子好好看啊 是给我的吗 别别别别 你给我给我给我 听话 我跟你说啊 本来你是我们未来的太子妃 这谷里的好东西啊 要优先你和太子用 但是呢你学姐姐啊 要出外执行特殊的任务 这些东西啊 都是特意买给她的 我就知道 这好任务从来不会派给我 就是你们天心的 你受得了你武师傅 在你脸上动刀吗 把你现在这个样子 变成另外一个样子 除了各项武艺 还要练习琴棋书画 歌舞弹唱 你受得了吗 什么意思啊 在学姐姐脸上动刀子 把她变成另外一个人了 明天等你学姐姐回来 你自然就明白了 小师妹 嗯 你喜欢这个金镯子是不是啊 嗯 我答应你 等你过生日的时候 我一定送你一个 比它还要漂亮的给你 算了吧 金镯子太贵了 咱们一个月才半吊钱 哪儿买得起啊 你放心吧 我既然答应你了 就一定说到做到 哎 看一下嘛 好好看看看看 大师傅 我回来了 雪姐姐 你怎么跟去年走的时候 不太一样了 小师妹 我在外 执行了一年的秘密议文 就是要努力让自己 变成另外一个人 好 我当时还忌妒雪姐姐呢 我还觉得 雪姐姐每天可以 穿那么多好看的衣服 带那么多好看的首饰 把自己打扮得漂漂亮亮的 可没有想到 她原来这么不容易 何止是她 我们每个人 又有谁容易了 桓梅 你那三次士气 也是这样 被抬到康熙寝宫的吧 哎呀 那事都过去了 也什么都没发生 你就别再提了 看到康熙照青城士气 你的心里 是不是不是滋味 那当然了 不过你别误会啊 我不是吃醋 就是觉得 雪姐姐心里的人 明明是你 但是现在缺呀 你别说了 在这紫禁城的日子 对我来说 是一次最大的考验 我不仅要忍辱腹中 跪拜我的仇人和对手 更要眼睁睁地看着她 去亵渎你和青城 总有一天 我要把她那双 抱过你的手砍下来 让她以奴才的身份 跪在我面前 一条 好 我做了 这是 我做了 柳师傅 你怎么来了 柳师傅放心 今夜太医院就我一个人职守 那就好 那得赶紧随我一起去永和宫 清澄今夜侍寝 他得到了很重要的情报 我把职业的工人们都没挡 药效只能为之半个时辰 我们必须要抓紧时间 今夜我去陪康熙下棋 才下了半盘 索额图突然有其事求前 康熙就让我避到寝殿 他独自在外殿见了索额图 索额图最近 一直在负责傲外的案子 深夜景空见康熙 一定是有什么重大的发现 可他们君臣二人 在外殿商议的声音特别小 我运气全身内力 凝神细听 才隐约听个大概 原来 敖拜这些年 一直在暗中经营情报网络 他在吴三桂等外姓藩王 以及反清联盟当中 都埋伏了奸细 其中就包括咱们明祝国 我早该想到的 蜻蜓这些权贵也不是吃素的 我们在向他们内部渗透的同时 他们也会在我们内部 埋下棋子 义父赶回明祝谷 清查内奸去了 可是明祝谷上下 住着八百多名 来自全国各地的千名遗老 要想查出内奸是谁 恐非短时间内可为 还有 敖拜为了保命 说什么也不肯把这个 情报网络交出来 反而在今夜 提出了谈判条件 要求康熙赦免 他以前犯下的罪过 放他回府 继续由他执掌 这个情报网络 并且直接由康熙负责 索额图觉得 此事事关重大 所以才会连夜进宫 向康熙禀罢 康熙什么态度 康熙忍了敖这么多年 好不容易才险中求胜 岂肯再受携制 所以他对敖拜的嚣张 很是震怒 但他很快就冷静了下来 随后就命太监 把我送回永和宫 但当我离开的时候 我看到康熙和索额图 一起走了 估计是去天牢见敖拜了 随臣敖拜 叩见皇上 老拜 此阵亲政以来 你可是第一次 向阵行跪拜之礼 罪臣 以往对皇上不敬 罪臣 罪该万死 这么说 你是想明白了吗 皇上 罪臣是三朝元老 罪臣不愿意看到大清王国 八旗子弟再退回到山海关外去 敖拜 你个大胆奴才 竟敢用这么恶毒的语言 咒骂大清 难道没有你敖拜 皇上带着文武百官 就守不住大清江山吗 没错 皇上 皇上 您瞧见了吧 敖拜这奴才 还是没有丝毫地悔过之心 敖拜 当兴了爱心觉罗 其实这举国上下 到底还藏着多少 天命的余孽 皇上 你知道吗 知道 饭要一口一口吃 岂得一步一步下 等朕收拾了你 朕自然会把那些 威胁大清的敌人 一个一个揪出来 然后清除掉 不 皇上 虽然罪臣 威胁到了大清的皇权 可罪臣 绝不是大清的敌人 正是因为罪臣不忍心 看到大清亡国 罪臣冷静下来以后 这才肯放下 与皇上的私怨 愿与皇上 共同去对付 大清真正的敌人 皇上 你既然已经烧了罪臣 与朝中大臣们 来往的密信 足见皇上 你的度量和谋略 那皇上 为何就不能再大股以信 恕了罪臣呢 万一康熙和傲拜 谈判成功 对咱们 整个联盟 是很大的损失啊 当务之急 是必须想办法 破坏他们的军臣谈判 抢在康熙之前 查出傲拜 埋在咱们明珠谷的内剑 除掉这个祸患 眼下 唯一能办好这件事情的 只有易欢了 我看得出来 康熙很在意小师妹 今天 突然把我从贵人 升为贫 其实就是为了 刺激小师妹 对 康熙把你升为贫 关易欢什么事 大师兄 你先别紧张 正是因为 小师妹对男女之事 很懵懂 所以康熙才会 变着风儿试探她 这也说明了 小师妹对康熙 只是结拜之意 没有男女之情 这下你可以放心了吧 现在事态如此危急 我也只能顾全大局了 不瞒皇上 这些年罪臣 在吴三桂 和反清联盟中 安插了不少密探 这些密探 只听命于罪臣一人 若是皇上杀了罪臣 他们就会变成 笼子 下子 敖拜 敖拜 朕听明白 你虽然嘴硬 但是你还是想活 这样吧 你交出你手下的情报网 朕就饶你不死 事到如今 咱们君臣 就打开天窗说亮话吧 皇上让罪臣重获自由 戴罪立功 这情报网 由罪臣负责管理 否则 罪臣 就把这多年来建立的情报网 一起带进坟墓 大胆奴才 死到临头了 还敢跟皇上提条件 你是在要挟皇上吗 不是要挟 是请求 罪臣请求皇上 为了大庆 不要再两败俱伤 罪臣 已经拿出了最大的诚意 皇上 是不是也该拿出点诚意来的 傲伯 你要是真有诚意 就应该先交出大不完的解药 这大不完的解药 输罪臣 不能交 那李氏兄妹二人 绝非善累 若是罪臣不能活着出去 亲自查清他们李氏兄妹二人的真实身份 那罪臣就算是拼上一死 也会拉着李氏兄妹二人 陪葬 算是为皇上 除去这一大隐患 也算是罪臣为了皇上 为了大清国 尽最后一次终吧 老白 你是不是看到自己死到临头了 想拼着一死 除掉皇上身边两个最得力的人吧 你是想为你自己报仇吧 所徒 你若是为着与我的私仇 去包庇那李氏兄妹二人 那你就是在养虎为患 你定会成为大清的罪人 老板 你不用再挑拨离间了 李氏兄妹对朕到底是忠心还是另有企图 朕自有办法验证清楚 看来皇上还是不肯相信罪臣 但皇上对李氏兄妹多少有了地方之心 那罪臣也可稍稍安心了 既然你不肯交出大博安的解药 那朕也不必再与你谈判 皇上 你可知老父的情报王 从吴三桂尚科系耿京中三位藩王那里得到的 还有 从前明一世的秘密基地里得到的消息 到底有多可怕吗 危言耸听 不 皇上 绝非是危言耸听 只要皇上能够答应罪臣的条件 那罪臣 马上就告诉皇上一件 有关反清联盟的举顶机密 皇上 罪臣保证 这条消息 绝对值得你放了罪臣的 罪臣 皇上 如果敖拜 方才所言属实 那他一直向皇上隐瞒这些机密 那犯的是欺君之罪 可如果他说的不是实话 那犯他更是欺君之罪 所以 皇上 你再好好详细吧 为了你 大厅啊 皇上 朱哥哥 所以你的意思是让我挑拨 敖拜跟康熙的关系 让他们君臣谈判失败 不 恰恰相反 我要你想办法劝康熙 尽快答应敖拜的要求 赦免敖拜 放他回府 我没听错吧 你我来历不明 又有敖拜从中挑拨 康熙本来就对我们没有完全信任 这个时候 若是再挑拨他跟敖拜的君臣关系 反而会加重他对你我的疑心 敖拜老奸俱华 他不可能真的交出情报网络 他只会 自己亲自掌控 但他一定会暗中与手下内奸联系 只要放敖拜回了府 我们就有机会查出那内奸是谁 哦 那你这么一说 我突然就明白了 朱哥哥 你简直太聪明了 你呀 总算夸我一回了 不过 如果那个康熙再对我动手动脚的 你可别再乱吃醋了 嗯 嗯 皇上吉相 皇上吉祥 皇上吉祥 皇上 这个臭龙小弟居然不理我 你们都下去吧 我想一个人走走 微臣参见丽贫娘娘 免礼 你欢迎去见康熙了 也不知道情形如何 你不必有心 虽然康熙表面上 在生易欢的气 但这也说明了 她对易欢很上心 所以小师妹 一定能搞定康熙的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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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 好 好 在皇上的眼前失一失大罪 我的两条腿都在弹棉花了 我根本站不动 站不动就跪着 你怎么能这样不成样子的 坐在地上呢 快起来 快呀 李德福 奴才在 去看一眼朕的药间好了没有 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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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老小弟 咱俩好有缘啊 不愧是结拜的兄弟 你看 你也在吃药 我也在吃药 我受风寒了 我刚来之前 我哥哥给我准备了一大碗药 我刚喝了呢 龙小弟 我知道你生我气了 你可以生我气 但是你能不能 别不理我呀 好吧 既然皇上不想看到我 觉得我在这里爱你也 那我走就是了 我走了啊 你要过来你就说 我在催动内力 别大了看出来 怎么了 是不是大不管的毒性 发作了 但愿一切顺利吧 如果能早点查出 那间是谁 我们也能 早点撤出紫禁城了 那我先走了 等一下 大师兄 有一件事 我一直想跟你说 却又不知如何开口 你我从小一起长大 情同手足 有什么话 不妨直说 你昨天亲眼看到我被送去侍寝 你 卿城 你为光复大明的大业 不惜牺牺牲自己的清白 这份高仪 诸慈玄刻骨铭心 永不敢忘 本来我也做好了牺牲一切的准备 可没想到 其实到现在 但我还是个清白之身 下边还要喝了 怎么样 好些了吗 你不顺我气了 龙小弟 我听李公公公说 你昨天又熬到四斤天啊 你身体本来就生病了 这么熬下去 哪能吃得消啊 你不是那么讨厌朕 有排斥朕 还假惺惺地来关心朕干吗 你笑什么 没有啊 我就是觉得 我觉得龙小弟很可爱 在大臣面前 微风淋淋的样子 原来也有像孩子一样 赌气的时候 不过你跟我赌气啊 那你就输定了 从小到大 我爹 我师父 我的兄弟姐妹 他们跟我赌气 每一个人能赢 都被我气得半死 所以 你还是别跟我赌气啊 是啊 你这赌气的能耐 是很厉害 一想到那天 被你推入荷花池 朕就气得胸口疼 好了 好了 龙小弟 别生气了 我给你扔扔 好点了吗 扔扔 干吗突然对我这么温柔 无事显殷勤 非奸己当 说吧 你要打什么注意 我就说过皇上是天底下 最难伺候的人 跟你保持距离吧 你说我对你冷淡 我对你好吧 你说我别有用心 那你让我怎么办啊 这说来说去 还是朕的错啊 别别别 不是您的错 皇上是天底下 最聪明 最正义的 什么都是你对 是我不对 错就错在 我一心把你当成兄弟 而且为你出生入死 为你挡刀子 但我却没有办法 装成痴情淑女 去骗取你的宠爱 朕已经明白了 你只是把朕当成兄弟 罢了 君子皆知在得 朕不应该太贪心了 放心吧 以后朕不会再勉强你了 你只是把朕当成兄弟 君子皆知在得 朕不应该太贪心了 嗯 难道他对你起了疑心 不是 他没有怀疑我 是因为敖拜和吴三桂 都曾选送过不少绣女入宫 意图迷惑康熙 康熙早有察觉 他担心自己沉溺于男女 欢爱中 消磨稚气 所以 虽然他时常宣后宫 嫔妃侍寝 但大都只是做做样子 实际上 他全部的心思 都在正事上 对男女之事并不上心 没想到 康熙不仅有勇有谋 城府深沉 居然还有 如此不同寻常的意志 以前 他一心想要扳倒傲拜 真正掌握朝政大权 可如今 敖拜已经下狱 还有很多棘手的事情 需要善后 他根本无心接近女色 所以 他并不是真正喜欢我 康熙不是真的喜欢你 对我们光复大明来说 不是好事 但对于你来说 却是一件好事 现如今 我已经不需要 再牺牲自己的清白 向康熙邀宠 就算他非要我侍寝 我自有办法 让他无法亲近我 是因为我早就 心有所属了 我会一直爱护好自己 不会轻易让人踩着 这里人多眼砸 我先走了 万事小心 我来侍奉皇上吃药 李公公 来 给我吧 我来侍奉皇上吃药 苦死了 龙小弟 你太勇敢了 快快 趁热把这药喝了 慢着 赤叔姑娘 咱们奴才给皇上试药 要把那个药啊 倒到另外一个碗里 你这这这 这皇上的龙碗 都沾上了你的口水 你让皇上怎么喝呀 对不起啊 要不然你再重新煎一碗 不必那么麻烦了 拿去吧 龙小弟对不起啊 我 我给忘了 所以没守规矩 没事 这又不是没吃过你的口水 你忘了 在摘星楼的时候 咱们俩偷吃御膳 那个时候 你还带了山谱的酒 爽 怎么样 是好酒 那个呀 龙小弟还记得那天的事啊 当然了 朕会永远记得 朕相信 你也都记得 你这娇羞的样子 倒还挺可爱的 对了 那个山葡萄酒的 还有吗 朕一直惦记着那个味呢 有 我还留了一点呢 等过段日子 你把敖拜的案子结了 我拿出来 咱们好好庆祝庆祝 敖拜 朕正在为此事纠结呢 这有什么可纠结的呀 敖拜这个人 圈地 擅权 还给皇上下毒 哪一条不是死罪啊 我看呀 直接把他的罪行公布于众 直接给他 不就完了吗 你当是七西瓜呀 哪儿那么容易啊 不说别的 就为了 你的大补丸之毒 解药还在敖拜手上 朕就不能砍了他的脑袋 是啊 虽然我哥哥一直在研究 怎么把大补丸的解药 研制出来 一直都不行 而且每当我大补丸 这个毒性一发作 就会痛不欲生 龙小弟 你有什么办法 能逼敖拜 交出大补丸的解药吗 要让敖拜 交出大补丸的解药 只有一个办法 就是答应他的条件 答应他的条件 凭什么呀 他一个接下囚 有什么资格跟皇上谈条件啊 傻丫头 这敖拜可是三朝元朗 还救过太宗皇帝的命 最重要的是 他掌握着一个非常重要的情报网 那可都是朝廷最重要的耳末 这些耳末 都是敖拜的心腹 受敖拜的直接掌握 这要杀了敖拜容易 但是朕 就会失去朝廷苦心经营多年的情报网 变成瞎子龙子 那些在暗中反对朝廷的个人和组织 朕也无法掌握他们的动向 所以这就是他 威胁你的原因 他要朕 赦免他过往所有的罪 朕可以免了他的职务 但是必须由他继续掌握这条情报网 他才会效忠于朕 并且交出大不管的紧要 可是你觉得 他真的会效忠于你吗 朕才不会相信他呢 朕被他欺压了这么多年 好不容易想借着这个机会 好好整顿一下朝纲 若就这么轻易地饶了他 还舍他挟纸 朕的心里为师不甘心 龙小弟 虽然这些国家大事呢 我不是特别地清楚 但是我觉得 大丈夫能屈能伸 你是天子 是全天下最大的大丈夫 所以 为了江山射警 偶尔委屈一下也没有什么 再说了 敖拜最近肯定会跟他手下的那些人 联系 你呢 可以派人去盯紧一点 等到时候 把情报网全都掌握以后 也不迟啊 对吧 你说得对 朕是天子 是天底下最大的大丈夫 为了江山射击 也为了朕的老大 也欢 朕就答应了敖拜的条件 龙小弟 老大永远支持你 听说皇上被这个李仪欢 蛊惑得淋了雨 张了龙体是吗 黄祖母 你别听宫里那些人乱嚼舌头 这孙儿啊 不过就是看到老天终于降下甘霖 这才一时激动 不管不顾的 就冲进雨里欢庆了 此时和义欢一点关系都没有 再说了 孙儿啊 只是受了一点风寒 已经服下了一剂药 好多了 义欢 义欢 叫得那么亲啊 其实这李仪欢 没有进宫之前 皇上可不是这么容易冲动的 不管是天大的难事 或者是天大的喜事 皇上都不会情绪失控 皇上应该明白 龙体的安康 就是朝廷的晴雨表 皇上在后宫打了几个喷嚏 那不要紧 这朝廷上下就是几番波澜 皇祖母批评的是 孙儿知错了 孙儿以后 再也不敢如此放松自己了 听说你准备赦免敖拜 放他回府 对 这敖拜 侍奉我大清王朝三代君王 他的性子 想必皇祖母也是一清二楚 若是应拼到底的话 最后只会两败俱伤 所以孙儿就答应了他的条件 放他回府 只要他还和他手底下的 情报网有所联系 那孙儿就能找到机会 皇上之所以肯赦免敖拜 不仅仅是出于攻心吧 听说这李逸欢 是中了敖拜下的毒 这解药是一直没有找到 皇上你可心里着急 皇祖母 这义欢是为了孙儿才中的毒 孙儿自然也想公私兼顾 但是皇祖母请放心 孙儿绝对不敢沉溺于女色 对于这个义欢啊 孙儿不过就是觉得他活泼可爱 又会一些这后宫中人 都不会的小记忆 最重要的是他那个逗皇祖母 开怀一笑 皇上你喜欢他 不必拿哀家说话 皇帝嘛 这身边有几个逗你开心的女人 这也没什么不好的 只不过是你要记住啊 这古人说得好啊 情深不受啊 当年你的皇爷爷 皇阿玛 那都是不顾江山社稷 多少年来 哀家每每想起来 会为他们惋惜 痛心哪 皇祖母请放心 江山美人 孰情孰众 虽然心里有数 老外 朕念在你过往的功劳上 又看在义欢的情面上 饶你一命 改为削直圈景 从今以后 没有朕的旨意 你不得李府半步 最臣明白 最臣定会每月按时送上两颗解药 以保世叔姑娘和李太医的平安 这情报网 虽然现在继续由你掌管 但你要是收到了什么重要的情报 必须第一时间向朕禀报 皇上放心 为了回报皇上的宽人 也为了我大清的江山设计 更为了罪臣 这颗悔罪的诚信 罪臣定会好好地打理这情报网 并随时向皇上汇报 老外 你说你在吴三桂 耿京中 尚可喜 以及反清联盟中都安插了眼线 这么多年 你可搜集到什么重要的情报 皇上 可否先让吴官人等回避 你们先退下吧 喳 皇上 这耀敖虽然现在认了罪 可是他武功高强 万一他突然行刺 这外面的侍卫根本来不及护驾